如果你想要买手机的话 台北电脑应用展今天在世贸易馆热闹的登场了 而今天第一天下来就有超过7万人来到现场 这个数字比去年还要稍微的增加一些 那这些人他们都买什么呢 我们从总销售金额来看 在总销售金额当中 笔记型电脑就占了49% 这个数字也是比去年稍微来的好一些的 另外呢 数位相机占了总销售金额的20% 其他呢才是手机还有其他的产品 那如果说未来几天呢 他的展期是到8月4号 未来几天如果您有要去逛的话呢 其实呢你可以参考看看 今年呢其实这个主办单位呢 有项活动就是说 如果你消费呢满3000元的话呢 就可以参加这两项的抽奖活动 那奖品包含了机票啊笔电等等 等于说呢你有可能呢花3000元左右呢 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 每年暑假的重头戏之一 台北电脑应用展 30亿在世贸易馆热闹登场 为期五天的展期 吸引超过200家厂商参展 今年适逢4G开台 各家电信业者纷纷推出展场优惠的限定专案 中华就寄出门市传输量送两倍 展场送三倍的优惠 台客大则是申办任何指定专案 送电子礼券1000元 申办远传电信任何4G专案 则送700元的自拍神器 台湾之星这次也加入战局 热门手机最多省7200 升级4G合约内吃到饱 我们3G升4G保证约期不变 优惠不变 然后月租费也不变 到时候升到4G 3G是吃到饱 4G也吃到饱 不仅寄出优惠价格 电信业者也都在展场特辟 4G标网体验区 台湾之星主打稳定度 赛车游戏用4G连线 中华电信也寄出内容体验 像是影音与游戏服务 大陆的手机业者欧货 也首度参加台北电脑应用展 这款主打中高级市场的手机 可翻转的1300万画素相机镜头 搭配电信资费方案 只要不到3000元 想换4G的消费者 别忘了多比较 才能够抢到最适合自己的好康优惠 U电TV中心陈岳威台北报道